大家好,我是Stan 有媒体报导,SN娱乐预计在9月推出新男团之后 在韩网掀起了五代团争议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昨天有韩国媒体独家报导 SN娱乐将在9月推出新男团 目前正在美国洛杉矶拍摄NB 因为是继2016年NCT出道之后 亏为7年的SN新人男团 所以媒体使用了 最强五代爱豆怪物新人这个标题 其实在前几年出道的Cherobeswood 各大媒体就已经使用了 五代爱豆这个词 所以已经是五代团了吗? 这个疑问马上就引起了热议 我们先来看一下韩网友们的反应 刚到四代才多久竟然说五代 又不是iPad 很像是怕赢不了四代团 所以在强调五代一样 Cherobeswood在媒体一直说是五代团 这样的话以后出道的 都会说自己是五代团了 四代我都觉得还没 一二三代能马上想到 开启年代的歌手 但四代是谁开启了呢? 女团现在打开了四代 都非常活跃的活动 但之后出道的女团 也没有人说是五代 男团连四代都还没开始 怎么就有了五代 四代团都还没到序缘期间呢 女团现在是四代全盛时期 男团明年出道的就交六代吧 等女团五代的时候 男团就超过十代了 管他什么年代 发表一下跟女团一样 好听的歌曲吧 划分年代已经不像以前 那么有重量感了 三代Seventeen现在是全盛时期 四代团正在活跃中 五代加入就好了 他们说五代就五代啊 生气的人为什么这么多 有关KPOP划分年代不太清楚的人 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影片 所以对于SM新人男团 以及切罗威斯文 媒体称他们是五代团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7月14号将发表个人专辑的 旁贪春谷 7月12号公开了与韩索宇拍摄的 MV预告影片 影片中能看到 春谷与韩索宇在餐厅吵架 随后水晶雕灯掉到后面桌子的样子 而在预告片发表没多久 就出现了很多相关P图 让网友们都爆笑了 我们来看一下 看弟弟与女友吵架最有趣的哥哥们 你们吵你们的我吃我的 发生什么事了 看情侣吵架时的我的表情 看春谷的我的表情 顺便跟大家说一下 在首尔大学儿童医院一楼的高额捐款者纪念墙壁上 可以看到春谷的名字 因为捐款了十亿 耶